古今中外 東西南北 在邦深中 講古邦 今次想講另一個有趣的二胎品牧 看看阿林仔也可以答嘴 這個題目可以問一個問題作為開始 這個問題是甚麼問題呢 我們知道正常在香港地 水基本上是很便宜的 接近免費 我們要交水費 但是平時我們用水 我們都會自然用水 一來省水費 二來不想效盡 基本上用水對我們來說 在價錢上不是一個效率 水對於香港是很便宜的 那麼大約很貴 水呢 雖然它又很便宜的 無法無盡 要當它是 那 稍後可以再講一件事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想問的就是 阿國人還是說一件事 但是怎樣轉 其實對於人生的生存來說 鑽石就完全不需要 所以不必要 這顆鑽石不會令你生存容易了 也不會直接吃 也可以 也會連胖鑽石也不能吸入 你放在這裡也不知道實際上有甚麼用 除了它漂亮之外 但是水又不同 你不喝水幾天你就會死 但是你一輩子都沒有鑽石 你無論如何都不會死 可能生存很開心 所以這個就奇怪 為何明明一樣是對生命那麼重要 偏偏 偏偏就是買得這麼便宜 而這個鑽石對於生命之外 真的完全不必要 可以說是沒有用的東西 這當然鑽石不是沒有用的 鑽石不是沒有用的 鑽石是在某些工業用途上 是有重要用途的 對於普通人來說 是真的完全沒有用的 這麼便宜 那為何偏偏偏買得這麼貴呢 從奉鑽石為這個 世上其中一種最真真寶 所以就是買得很貴 為何會這樣呢 阿林真你不看 我們如果你說我們是男人 我們對鑽石真的沒有關係 代表了大部分男人的心思 當然啦 我的角度當然是生存要緊 當然要多點水 也比你那顆鑽石托什麼 例如你去到沙漠的時候 我當然要水 難道鑽石可以幫我生存 當然不可能 我就會比較實際 你剛剛說的東西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對於經濟學上 或者我們平時叫做 paradox of value 就是價值之文 價值伯論 價值伯論 或者叫吊鬼 價值吊鬼 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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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吊鬼 那另一個名字 就是剛剛這個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鑽石與水的問題 因為其實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不單是鑽石與水 我相信正常人來說 這世界我不知道這些人 是要給錢吸氣的 沒有人的 但是其他東西 譬如說到正常人 那些很貴很貴的金屬 黃金 很漂亮的藝術品 這些東西 全部都沒有關於生存 對於生存無關的 當年我不是說生存大大 當年我會說生存不太大 生存不太大 生存不太大 隨時都會說 偏偏有這些東西 就是一些 賴以生存的東西 可能吃飯都是 食物 吃飯的成本 遠遠不求 可能我們買一部靚車 對於我來說 就是買一支靚吉他 一支靚吉他 可以有很多錢 以體上是要給 即是你對一些東西 好好投入的話 我都可以做很多 對 所以這就是 一直以來傳聞的 一種一個撥論 就是價值撥論 為何看來 人生真是有用的東西 in terms of usefulness 有用的東西 偏偏像我們價值這麼低 哪些我想起來 價值應該很低的東西 偏偏的價值 在現實生活裡面 價值這麼高 這就是剛剛想了一件事 其實在豪為價值 如果這樣說的話 有時候 最基本來說 就是用錢來做行量 有錢來行量 但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說 什麼 生命無價 小弟 生命無價 但是 很難用錢來行量 我們有時候說 很多東西都有價值 但是有時候 又不可以用金錢來行量 當然 我上個月也有談過 基本上 錢是從來 就算以以抗論 錢都只是一種 替代品 我們要的 是背後 可以換到的東西 但是其實 價值可以用錢來行量 我叫做一個溝通的單位 所以 如是你 其實早在這個 在經濟學支付 阿當史密斯的 線材 Adam Smith Adam Smith 已經嘗試解答這個問題 當時 Adam Smith 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個叫做 Value in Use 或 Use Value 另一個叫 Exchange Value 加援價值 即使用價值 Use Value 就是使用價值 Exchange Value 就是加援價值 原來價值 我們當時說價值 其實起碼是隱含著兩個的含意 那什麼叫做使用價值呢 其實就是 那樣的東西 在你享受它 你consume它 你消費它的時候 你能夠得到的一些滿足感 又或者 總之 一個很大的東西 總之就是 它落為心 它能夠值多少 那這個價值是一個 你可以用之難量 可以用任何的難量 總之就是 一種很fake的東西 就是在你內心中 你的概率 那樣東西 就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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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滿足感 都是一些很虛幻的東西 總之就是人人都不同 正如我們上次說到 機會成本一樣 就是每個人的選擇 都不同 一定有選擇 對 在那裡說的時候 怎麼都會說 其實在那張價值成本 即是機會成本 你要選擇的時候 那張價值 其實每一個選擇 都是它的use value 其實你所作出的選擇 就是透過 你在你心目中 使用一堆選擇的 那個use value 使用價值的排名 去決責 永遠都會選擇 那個最高的 選擇的最高的那個 當然 那另外 所以這個就是 可以說 這件事 在你內心裡面的價值 心中的價值 就叫做使用價值 那 加援價值是甚麼呢 加援價值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的 我已經講到的 不是人們賣便宜 賣貴的東西 當然便宜貴是有分別的 就是 你可以把兩面貨品比較 你也可以 跟你心中的價值比較 是的 那加援價值其實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變成所有東西的價錢 就是你的price tag 你的價錢擺在上面所標的 譬如說 一碟飯 賣40元 就是一個餐 包括一杯飲料 還有一杯飲料 還有一杯飲料 還有兩元 還有一杯凍檸茶 還有一杯飲料 還用42元 42元就是這杯飲料 就是你的飯的交換價值 就是用錢來做一個交換 是的 通常用錢來做 這個 就是用錢來做一個留學單位 其實都可以不是的 但是就無所謂了 就是用股車就當用錢 這樣 但是這些碟飯 在你心目中的使用價值 就未必是 42元 那麼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剛剛說 碟飯 是一個 你難以生存 又不吃到的東西 很厲害 你不吃飯 你基本上會死 是啊 你不吃飯 基本上會死 所以我問你老婆 你吃一餐就會死 你不吃 吃 你連續 這個 就是 一個星期不吃東西 你可能會吃 你可能就會死了 吃乖 當然 你吃一餐 你吃一餐 暴露糖水 吃一餐 那些 就可能會熬久一點 但基本上 我知道 可以長期吃東西 你會死 但是就一樣 你長 所以 你 那些飯 在你心目中 價值 未必是 42元那麼少 有時候 看他 是不是 有時候 42元 有時候 可以大於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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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小於42元 例如說 我下了 例如 400元 但我裡面 我覺得 不太好玩 很溫 那 沒有可能 我的價值 超過400元 所以我說 一定是 400元 是的 當然 這個 也可以用 U-Statial 的關係 也可以 套用 這個 價值活論 的角度 裡面 吃 炒飯 如果我不吃 就餓 會餓 餓死 他直射落 明明 都不去 都不會死 但哪些 給你 400元 所以買 那張門票 這個是有 他的分別 所以亞當斯瑞斯提出了這兩個價值的概念 他就解釋了 水 或者其他 或是 賴以維生的東西 他們的 Use Value 可能很高 很高很高很高 他們的 交換價值 就很低 而這個 Diamond 他的使用價值 可能是相對較低 但是他的交換價值 對水來說 就是水 其他東西來說 就很高很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有另一個 就是可以 和大家 交換一個 就是 提倡一個 提倡一個 即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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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開定積 但你們的意開都可能會知道 一件事叫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是什麼東西呢 需求定律呢 其實就是他在說 一件事的 一件事的 使用價值 一件事的 使用價值 一件事的 和你的消耗量 的關係 基本上是 一種的 誠意反美 這件事 你消耗量越少 譬如說 當你吃 第一杯雪糕 你享受的 你身所得來的好處 的滿足感 的使用價值 就越高 就很高 其實當你吃到 第一百杯雪糕 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打你一鍋 打你一鍋 你也不肯吃了 對於你再吃一杯雪糕 對你來說 已經是沒有用的 只用價值了 你可能吃第一杯 最滿足 你再給我多一杯 我呢 也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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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杯 開始掣了 掣了 哎呀 我不吃了 但你又給我吃 哎呀 或者滿足感 應該開始下降 沒理由你吃越高 除非你瘋了 那此其一 一就是 就是這個 即是他在說 即是這個 這個出球場就在說 一件事的使用價值 那就是和這個 消耗量 是誠意反對的 那所以 如是者 在一個社會裡面 你覺得 你覺得 水多一點 還是 鑽石多一點 如果當然是水多一點 多一點 水多很多 是的 即是在香港這個社會 我們從來都缺水的 所以 因為水的消耗量 是其高 所以其實如是者 當我們水不是沒有價值 從水裡面 我們享受到的使用價值 已經很低了 是很高的 是很多使用價值 是的 沒錯 但我們去到一個叫做 我們 譬如說 我們再去喝一杯水 對我們來說 其實那杯水 因為水的使用價值 已經不是很高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喝了很多杯水 我們想喝水 就是我們想喝水 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 想喝一杯水 基本上 我們的水 消耗量已經很大 去到那個地步 所以水的使用價值很低 所以如是者 那跟水價值很低 有甚麼關係呢 就是當我們把水 變得很低價值的時候 那時利益很低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願意 去給出那麼多的成本 因為不值 是的 意思是甚麼呢 你已經吃了很多碟羊粥炒飯了 第一條羊粥炒飯 你肯付42元 第二條羊粥炒飯 你肯付42元 你肯付45元 你肯付45元 去買一元粥炒飯呢 就不會了 所以既然你不肯 你也不允許 你允許多錢 去享受這個額外 去喝多一杯水 去享受多一杯水 是的 鑽石又不同了 鑽石本身 我們享受的量 其實也是很少的 鑽石 在地球上算是稀有抗云 是稀有抗云 你有沒有隨便加一杯鑽石 鑽石山 鑽石山也不可以 鑽石山也不可以鑽石 明白 你先把鑽石交給我 我突然說鑽石去 你只會給你喝水 我先把鑽石去喝水 我先把鑽石去喝水 鑽石去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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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魚是者 其實我們 無論是個人來說也好 社會來說也好 整個社會來說也好 他享受鑽石的數量 是其小無比的 所以魚是者 他的用益價值相對是非常之高 好像以前打仗一樣 打仗應該說黃金最好呢 最好就是因為稀有 還有黃金比較高 其實黃金實際上對大部分人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使用價值的 說真的 但他變相他們的交易方式 對 但是這樣說 一個叫做純粹pure的 純粹的使用價值 黃金是比較低的 但是問題最好就是 剛剛你想說的 其實你喜歡儲存黃金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 正確動盪 其他可以用以交換 換貨物 或者是 特別是說的貨幣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不知道成本 明天會不會倒台 不知道是通脹 還是通縮 這些也是硬碰的東西 對 例如你問過 國臨撤出台灣之前 你胡亂印印銀子 那些銀子沒有用的了 譬如要紙實物 要黃金 因為大家都做得什麼呢 大家都承認黃金 是一個非常有高度儲藏價值的 這是供應的 對 就是不像津巴布偉那樣 拿成大大銀子 才換到一磅麵包 對 拿商品才換到一磅麵包 對 二三百萬 換到什麼貨幣 其實當時曾經在中華文博都試過 所以如是者 再說回黃金的問題 就是黃金是最普遍的 用盤很低 但他們說交換盤很高 其實這個已經是複雜了 因為大家承認黃金有交換盤的時候 大家才會連動到黃金的用盤很高 因為黃金最普遍的 即是黃金本身 你不能夠代輸黃金 你不能拿來吃 你拿來吃 即是拿來的工業用途 也不是這麼多 金貨 只吃金貨 只吃得太多 即是你重金屬含量過高 就會中毒而死 即是連丹那些就是這樣 你吃得鮮丹多 就不會中毒死 鮮丹有重金屬 所以此其一 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如是者 那誰去決定 這個社會上 他們那些東西 即是鑽鑽石也好 水也好 他們的消耗量 這個質量 其實就是另一件事 叫成本 成本 成本 初彩鑽石的成本是其高的 對 你又要開山 鑽石 還要慢慢採 然後採到那些東西 然後馬上鑽石 鑽石又要哪個提現 抽走當中的 可能只有1-2% 那就是鑽石 再者 鑽石本身極之輕有 沒錯 不是說有鑽石 就一定是有鑽石 對 即是有鑽石 如果有人告訴你 有鑽石 你也不懂得鑽石 你叫我鑽石 鑽石 怎麼鑽石 怎麼鑽石 將這個 荷里活廣場 連根拼起 都還未能找到 就算你說 塗金也要先將蟑螂 先拿些金粉 是啊 但是相信而言 水 是容易得到很多 沒錯 即是古人 你會在蛤樓溪隔 你就有水可用了 哪怕海水 你要變淡水 也是經少少過激烈 是的 所以如是者 所以 就是 水 跟著我來說 就是成本問題也好 稀不稀有也好 所以就有另一個 concept 跟demand 那個demand 需求相對的 另一個concept 叫做 供應 叫 supply 相對來說 這個鑽石 的供應是其少的 所以 如是者 它控制了 我們的 供應是其少的時候 控制了我們的消耗量 因為 concept 會相對有百分少 所以 如是者 它的 用途很高 而它的 exchange 也很高 因為 因為 很少 很少 所以 用途很高 自然 你願意給更多的價錢 去換它 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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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水的供應率 將來比較多 所以 如是者 當是一個很低很低的消耗量 的時候 其實水的 use value 和exchange value 可能高到天文數字 到時可能 願意給10粒轉成 換一杯水的避靈 當你頭髮 鬼死的時候 就像阿朗正提過 在沙漠的時候 要水仍然要鑽石 當然要水 當然要水 鑽石可以提水 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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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噎死 你就燒死 因為他招法不到 好 一場穿土難而死 你 吞金自散 你早就聽過 吞金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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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吞金自散 死得很慘 所以 然後 就是這樣 所以 在 當然 這個 而是這樣的 在這個 paradox的背後 在這個 paradox的背後 也有些事情 可以說給 一些 廣大青眾聽 特別是 如果你在中學生 讀econ 其實剛剛說的 在你教科書上 當然要結婚你 一個勤力讀書的人 應該都讀過 因為 DSE econ 其實也有提供 這個 它沒有以前的 不太厲害 DSE econ 也有問 有相關的概念 但我想提出 多一點就是 很多是假象 其實當中就是 水便宜 其實水不是真的便宜 我想說一件事 例如說你買東光水也不便宜 對 為甚麼普羅市民 不像買水好像很便宜 其實不是真的便宜 又如何由政府補充 是因為政府給了錢 沒錯 政府為甚麼會給了錢 其實你有給錢 你要納稅 你要納稅 對 在香港來說 有很高的隱性稅 例如你的地貨 就是你的地貨 是其高的 其實那些地方就是 補充了你買東光水的東西 所以如是者 Paradox of Value 這個叫Water Diamond Paradox 可能是否一個Paradox 其實是只是煙幕給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我對 Water Diamond Paradox 補充的一件事 就是甚麼呢 當然從理論上來說 剛剛我們提告 我之前 我當時的事物詞 當然我有很多事可以補充 當然你有問題問 可以繼續提問 你可以挑戰我 不過當時 你記住一件事 我們專門說得很簡單 很多相關概念的事 其實我們簡化了很多 但基本上大廊是沒有錯的 可以說一件事 但是 水是否真的便宜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件事 所以是否真的便宜呢 所以你想想 你又不是一定要買 這麼多水呢 我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做過濾 那樣的水 怎樣就是 做海水化碳 你根本可以 現在又拿出來說 因為現在做海水化碳 我成本低了很多 新加坡現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的 海水化碳 以前去馬來西亞買水 是的 有人洗 有人買東江烏水 現在是 根本就是源頭 都可以得了 來到香港 一直過濾過濾 是的 所以大家 喝濾東江水的成本 其實是奇高的 是的 你看看這波濾的成本 不如為何不把自己 自家的水 拿海水化碳 這個要看看怎樣 也是一眾本土派 其中一個最主張的東西 香港現在不用靠中國 水也不用靠中國 成方自治 成方自治 有人想提出這個新加坡的模式 是在香港的 不過這件事可以日後再談 總之一件事 Paradox of Shifts 就是Paradox of Values 就是這個折劍 折劍吊軌 可能可以下課 我考慮先說 考慮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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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 不過就 不是 我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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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必講 總之這個價值吊軌的問題 大家要記住 兩個最關鍵的概念 一個就是私用價值 你所享受到的私用價值 和你的Exchange Trade 可能是不同的 第二件事 就是 你一定要 這個價值的加援價值 絕對要取決於 它的供應和需求 這個 供應可以是很多其多 相對來說 你覺得很必要的東西 要供應很多很多的時候 反過來 它也可以放得很便宜 一樣沒什麼用的東西 甚至供應其少的話 當然如果有人真的這麼喜歡 它是願意花盡很多錢去買 也不是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就是這樣 這個價值吊軌 就可以 即拔論 即拔論 可以這樣去解 那就是 希望大家都明白 好了 各位慶眾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